休赛期勇士签下联盟第一中锋考心思,好组创造NBA历史的六巨头,不过球队替补内线迈迹一年合同加盟忽然,帕楚里亚也远走底特律活塞,而维斯特也宣布结束职业生涯选择退役。 这对于勇士内线是个不小的打击,新赛季能用的内线替补只有鲁尼,乔丹贝尔上赛季表现虽然亮眼,但关键时刻却容易犯错误。 这也是主教练科尔不敢给他更多上场时间的原因,好在球队在新赛季引运到了约纳斯杰雷布科,身高2米08的杰雷布科偶尔也能合传一个中锋,也算是一个不小的补充。 不过勇士想要彻底解决内心问题,还要等到考现苏完全康复恢复状态才行,迈考迟迟没有和球队兼预,这让勇士管理层非常头疼。 新赛季训练营马上就要开启。 为了凑够15人,去的NBA记者安斯梅斯雷特爆料,勇士即将和自由球员阿芳索·麦金尼签下一份设练营合同。 麦金尼曾短暂效力过猛龙队,身价最高分是21分7篮板。 上赛季麦金尼是在发展联盟打球,场均可以得到14分7.5个篮板,其中3分命中率高达35%,勇士签下麦金尼的目的很明显,就是希望他能够弥补麦考的空缺,新赛季冲当杜兰特的替补。 不过麦金尼想要真正的留在勇士,还必须在训练营中打动足教练科尔才行。 如今勇士签下麦金尼这也意味着,中国球员阿布都沙拉姆不会出现,在勇士的训练营当中。